为什么地球是个球体?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,却充满着奥秘的问题。 如果你曾经好奇过为什么,那么就跟我一起来探索这个神奇的领域吧。 大家好,我是矿工熊,人生的阅历就像挖矿一样,需要一点一滴深耕累积而成的。 让我们每次花三分钟,开采出属于自己的宝石吧。 首先,我们必须明白,地球是一件巨大的物体。 平时我们在地上行走,并不会感觉到地球是球形的。 这是因为地球的体积太大,以致我们在地球上所能感知到的地形变化为不阻道。 但当你有机会从外太空俯瞰地球时,你就会发现地球是个不折不扣的球体。 那么,为什么地球是个球体呢? 这是因为地球是一个行星,而行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。 它们都有足够的质量和重力,使得它们的形状能够趋近于球形。 当一个物体有足够的质量时,它的重力足以拉住所有的物质,使其集中在一个中心点周围。 这样一来,物体的形状就会趋近于球形。 除了质量和重力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,就是地球的自转。 地球每天都在自转。 这导致地球的自转轴周围的物质被迫向外扩展,从而形成了一个球形。 此外,地球的自转还导致了,极地和赤道地区的气候和地形变化。 这些变化也进一步有助于形成地球的形状。 但是,地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球体。 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地球内部的熔岩运动,地球的形状其实略为扁平化,形成了一个椭球体。 此外,地球的形状还受到月球和太阳的潮汐力的影响。 不管怎么说,地球的形状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家园。 而这个形状,让地球能够吸引和保留大气层和水。 这对地球上的生命来说至关重要。 如果地球不是一个球体,大气层和水就会在太空中散失。 这样地球上的生命就无法存在。 除了这些科学原理之外,还有一些历史故事与地球的形状有关。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地球是一个球体,而非平面,是因为他们观察到地球的阴影。 在月球上是成圆形的。 而在中世纪,许多人相信地球是平面的。 直到哥伦布航海发现了新大陆,这才逐渐证实了地球的球形形状。 在现代,我们有了更多的证据。 支持地缘说,例如,卫星拍摄的照片反映出地球的形状。 航空公司议会按照地球区率来制定飞行路线。 但是时至今日,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地平说。 那么,你认为地球是圆的吗?还是存在着其他可能呢?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 如果你跟我一样,对事物都感到好奇,总爱寻根究底。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,想知道其他的小知识。 可以留言告诉我。 我们下次见。 既然是屎人们的头对手,不得翻译了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我的手段。 уб input! 请不吝点赞,订阅我的手段。